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案出现逆转了 原本明天就要禁副三毒的 不过因为这个规定当中 说要爆料的话要取得当事人的同意 这已经有违反新闻自由的疑虑 所以今天下午国民党立院党团表示 明天的院会将暂缓三毒 等行政单位延伤之后 留待下周二的院会再做处理 立委在国会殿堂公布别人隐私 未来都将可能处罚 因为二毒通过的个人资料保护法规定 包括个人姓名身份证字号 病例等涉及隐私的资料都纳入保护 蓝军说得信誓旦旦 如果依照各司法规定 像是吴玉生 孙仲瑜的婚外情 高金素媒和李鸿源的绯闻 必须经过当事人同意才能报导 管必龄公布袁建生担任驻美代表前的绿卡卡号 还有邱毅爆料贬价的海外汇款或是资产 媒体通通不准报导 这样的规定 连NCC都觉得有违反新闻自由的争议 绿军更是无法接受 新闻自由的保护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再加上可能会伤害到网路的资讯传播 这个重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我们党团这边会在完成三赌之前暂缓 希望这个案能够一方面确保个人的隐私权 那同时对新闻自由也不要有太大的这个不合理的约志 请政院长吴敦义有疑虑 滚党立院党团赶紧踩刹车 我们希望明天的大会先不要处理各自法的三赌 基本上三赌一定要在下次大会之内完成 我们也希望行政单位到底要如何来做处理 我们也必须让媒体能够有一个清楚而明了的方向 这样子这个法修正完成之后 才可以得到新闻媒体大家的放心 就像美国牛蛇进口的争议一样 原本立场坚硬的滚党 遇到舆论反弹也不敢冲过头 迷世新闻综合报道